据中国国际电视台3月30日援引俄媒消息 俄外交部头 俄外长拉夫罗夫已抵达中国安徽 已参加第三届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赴华参加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的共有俄罗斯 伊朗 巴基斯坦等六国 该会议结束后 还将举行阿富汗邻国家阿富汗外长会 阿邦代表将出席这一会议 印尼 卡达尔两国代表则作为嘉宾受邀出席 中美俄家磋商机制会议也将在这期间召开 美国阿富汗事务代表将与中俄巴基斯坦三国代表 共同就阿富汗问题的远期解决展开磋商 这三场会议共邀请美国在内的十国代表 齐聚中国 以期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 给出长期性 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而在3月29日 中国外长王毅与欧盟高级代表傅雷利进行视频通话 双方一致同意为乌克兰局势的劝和促谈做出努力 阿富汗问题和乌克兰问题 作为美国霸权遗留的两大创伤 阿富汗问题的更好解决 也有助于为乌克兰局势的缓解和后续治理提供经验 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通局之地 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20年的反恐战争 但却并未使阿富汗获得和平和发展 阿富汗的混乱一度向周边邻国万一 为中国 俄罗斯 巴基斯坦等国带去严重的威胁和毒品泛滥威胁 阿富汗的长治久安符合多边共同利益 随着美军经由喀布尔时刻正式退出阿富汗 阿富汗开始迎来有乱倒置的转折点 阿富汗社会建设等该随美军离去记录新篇章 但美国随后冻结并瓜分了R70亿美元重建资金 这让本旧昆顿的阿富汗局势进一步陷入人道主义灾难风险中 美方作为形红名甲 阿富汗民生昆顿之际 美方面临着两个选择 改正错误或进一步迎接信用破产 美军在阿发洞反恐战争以来 对阿公习约十万字造成数万阿民众 尤其是儿童大量死亡的惨烈后果 一次美军和美情报机构的有意乎之下 阿毒品种植一度大行其道 并使阿农业出现结构性坍塌 美军则从中赚取暴力 美对阿城市的大规模轰炸 使得阿公业发展无从谈起 对阿农业结构的系统破坏 则使阿列民生的自己自足都无法实现 美军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行径 使得其撤退后的阿富汗是满目疮痍的局面 阿人道主义危机显露以来 中国向阿提供人道主义物资5000万美元 中国同时开通30多架子松子专机 为阿民众创收2000多万美元 这样的援助能为阿民众提供急需的生活物资 但仍然无法解决阿富汗发展面临的长期问题 中国安徽屯息举行的系列会议 便服务于为阿民生问题提供长期解决方案这一目的 该会议取得的成果 也有助于进一步为乌克兰局势地缘冲突的完结 提供基于多边共赢的治理经验 阿富汗经过长期战乱后的治理任务 必然兼具 不论是在经济 政治 人文领域 还是与彻底割析上 都需要中俄巴等阿邻国 为大病出狱的阿富汗提供协力 也需要阿富汗问题的始作勇者美国 更正自身的霸权作法 美国长期以来 动行以海权裂解 离间路权的作法 并在欧亚大陆的各地缘交汇处挑起战争 从中东到东欧到中亚到东北亚 美国的地缘操弄 留下一地狼藉 也在为自身霸权自绝本末 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30年时间中 迅速对聚新衣 图穷笔线的美国 面对的是一场全球各地揭竿而起的反霸浪潮 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是否愿意更正 很大程度上 可作为美国是否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一个指标